要非常长时间的努力 才有办法继续一点一滴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在刚开始推动的时候 小朋友其实也会抱怨说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老是高丽菜 然后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 大部分就是出产巴勒 全台湾的十颗巴勒 所以就有一颗是西中香盛产的 所以小朋友就每天的午餐的水果 啊 老师又是芭蕾 对 那你只能非常的委婉地跟他说 这个芭蕾真的真的很好 这是我在地生产的 好啦 偶尔我也会换一下其他的食物 但是你的吃东西的这个 吃东西的这个概念 吃东西的观念也要稍微的改变 这个菜单并不是 并不是人生在世 并不是有那么大的自由说 我想吃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要吃什么东西 就可以有什么东西 如果你用这样子的心态 我想吃高丽菜的时候就要有高丽菜 我想吃冰淇淋的时候就要有冰淇淋 我想吃什么天山雪莲 就要有天山雪莲 皇上说到我面前 并不是这样子的 大自然生产作物有一定的季节 有一定的过程 你要去懂得去尊重它的这样子的过程 那在尊重之前 其实你要先去理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我们开这个菜单的时候啊 确实也会发现营养师 他并不是那么理解这个食物的时序 所以有时候 营养师开出来的菜单 并不符合当地农民种植蔬菜的这个节理 那就是需要相互沟通 营养师必须要重新的学习 那农人也可以在过程当中理解 说营养师认为说 他们种的这个菜啊 是不是怎么样的 有一样的营养价值成分如何 我想这双方面都要学习啊 农人营养师 学校的老师 学生 家长 行政部门的官员 其实在这个食物这件事情里面 都有很大很大的部分需要学习 那我讲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 我们刚刚有讲到 现在以西州为例 食材 就是一天一天 就是早餐加午餐加点心的食材费用 但不包括厨妈的费用 不包括瓦斯等等其他的费用 就是光食材费用的话是35块 但是现在国小的营养午餐的食材费用 我们看到的有21块 然后国中营养午餐的食材费用有26块钱 这个价钱基本上真的是有一点太低 尤其有一些地方的政府 彰化县政府来讲 他还推动免费营养午餐 就是免费营养午餐 就是不管谁你去学校 我都可以给你免费的营养午餐 那这免费的营养午餐 当然价钱也不会高 但家长觉得怎么样 有免费营养午餐是好 还是不好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应该是可以 大家更多人来关注跟讨论